前後備 沒有前後備 開始嗎? 開始了 有嗎有嗎有在線上嗎 有正常的 好 來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又非常的熱對吧 我一直在想 我們現在戴口罩在做直播 這個影片如果大概三年四年之後 再回來看的話可能會覺得蠻奇怪的 現在的時空背景就是疫情還很嚴重 所以經理不得已要戴個口罩 來做直播來跟各位來分享 那早上的車子安裝的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下午這款車經理可熟悉了 因為經理之前也開同款的車子 這台是BMW的三系列雙門跑車 它的代號是192 好那我們來講這個三系列 因為經理對這個車很熟悉啊 所以它的代號就很清楚了 如果是1 第一個字是英文字 1910 1910代表著四門 如果是191 代表的是五門 Turing 就是Wagon的車款 如果是192 192代表是像這樣雙門的轎跑車 那如果是193 它代表的是 廠房的三系列 所以它有 190 91 92 93 一共有四款不同的車型 但基本上 底盤的一個系統都通用 只有差別在192 因為後電動敞篷的一個裝載設備 它的重量啊 大概快將近 重了大概快100 150公斤到200公斤 所以 193的後彈簧的設定啊 就跟 90 91 92 不太一樣 所以 這些車款的底盤 基本上都一樣 可是 如果 是有 190 92 93 M3的車款啊 懸雕系統就不太一樣了喔 所以這個是有 M Power的系統 跟一般的車款是不太一樣的 那經理講那麼多 就代表經理對這個車有點熟悉了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車主啊 因為 也是經理之前的同事跟朋友啦 他的車子 本來有改裝了 地上這個 這個是貝視燈的 貝視燈的一個 前倒叉後正叉的系統 這個是B B8還是B10 我也忘記了喔 前面的話是倒叉的系統 那後方的話是正叉系統 配置的是 也是一樣是德國知名品牌 ABA的 這個是ABA的知名品牌的彈簧 他車高的話會比原廠低大概1.5到2公分左右 但最主要的還是阻尼 阻尼做的有做加強 可是這個版本的 軟硬是不能調整的喔 這個版本的軟硬 他只能 把側高降低 然後 阻尼有加強化 前面的話是做倒叉的喔 但貝視燈的系統 像是上座的部分這些零件都是需要沿用的 像這個上座 這個上座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KT的話是上座都有附了喔 而且高低還有軟硬啊都能調整 這目前也都還沒有漏油耶 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好 好那我們 這個後方的桶身啊目前看起來啊都正常 那貝視燈它一般來說它的阻尼會做得比較硬一點 所以像是這款車的話喔 經理之前也有朋友開一樣的車款 那這款車通常啦 都會覺得它的後方的阻尼啊 乘坐起來 在台灣的道路品質來說 有一點偏硬喔 它的阻尼做得蠻強的喔 這個桶身都還正常的 好 這個是貝視燈這個版本的後方的設定 那改了KT之後有一點 如果啊是看了經理的影片 是祭司的話那有一點再請祭司們特別幫忙注意一下 它的後方 後方的一個 Hilo-Key的裝配位置啊 跟KW的話很接近喔我們做類似一樣的做法 它的我拿一個東西來好了 它原廠 在原廠上方有這個東西 它是有一個追度啊 把它砍住的 所以如果我們看的話 這個零件 本來它是長這個樣子 需要有一個一字的零件 從這裡撬開之後 它這個 自然會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KT的Hilo-Key 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Hilo-Key記得 190 9192 甚至是F系列的 F30系列的裝法 也都一樣 戴口罩 講話好喘 Hilo-Key的話是放在這個地方 後彈簧 KT也是做專用的規格 後面的話 除了93 93的話我們配置的是 14公斤 因為今天也剛好有出一套 193所以經理背起來 後方正常來說都是配置 這個是 11公斤 11公斤的規格 前方的話是8.5公斤 如果 這台是335 它是直列6缸 如果是4缸之類的 可以 可以把它的前方的公斤數 降低到7公斤 那前方KT 一樣 是配置是 燈籠狀的彈簧 因為它前方的彈簧比較短 所以我們就不搭配 直捲彈簧 讓它保有一些的 一個舒適度 好那這個是 後方的一個筒身 要注意 這個後方上向筆的話 它這裡 這個有一個 因為這個有一點久了 我把它擦一擦 這個看起來是黃色的 不曉得鏡頭沒有辦法拍得出來 好這個後上座這個橡皮的話 它是一個發泡的材質 所以 我們常常拆下來之後 看到那一個發泡的上座 都已經是 變成粉化了 所以 今天 經理一開始就有交代記事說 我們先把這個上座後面的零件 先把它拆下來 如果那個零件 有壞掉的話 就需要汰換 那我們趕快跟材料商 訂零件過來 才不會因為全部都好了 在等那個零件 但這個 應該 經理判斷 應該是之前 換貝斯燈的時候 就已經有汰換過新品 所以現在狀況都還很好 所以就沒有換新品 那如果有拆裝到這一台的話 記得注意一下 那個零件 是消耗品 這個狀況 在同樣 BMW的車系 休旅車 X5 1710的車上 也有類似的狀況 它的後面 上座雖然不是長這樣子 可是它上座很大一顆 它的上座對角的那個橡皮 一樣也是用這個材質 那個都是很正常 是一個消耗品 所以如果 拆裝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個零件的話 原廠是不貴 但那個的話 如果是 粉化的話 就建議要換新品 才不會有 裝上去有異音的狀況 好 那這一台的 後方 一樣是有一個 安裝的小小 重點 因為 它的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所以 就像拖一臂系統一樣 筒身千萬不要把它 鎖得太短 鎖得太短 它整個後方的彈簧 逼住的話 那就一定會不好做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一個調整阻尼的方式呢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它的 它的避震器是 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孔洞的中間 如果鏡頭這邊拍的話 拍得到 可是我手比不到 在那個地方 拿個零件 好來 在這裡 它的後面阻尼調整的機構 在這個地方 所以 後面的話 這些飾板 然後 用拆的 或者是用稍微掀開的話 都可以 那經理記得 這台車 它的電品的壽命 會比較長一點點 因為 這個190 192的一個系列 後電品的話 藏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 AGM的電品 所以它的壽命 一般來說 現在的汽車 電品壽命 都大概一年多兩年 這台 我之前 大概開了 三 三四年 它的電品壽命 都還維持得不錯 好後面介紹完畢了 那換來介紹前面了 這台車的 之前經理的 一個車子的話是配置18吋前後配 我還記得前面輪胎是 2254018 後方的話是255358 那今天車主車友的話是 改裝的19吋 廢除了一個前後配 廢除前後配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前後做吊胎 好那前面的 懸吊系統就比較單純 到了 下一個世代 F30 甚至是目前 最新款的G20 講到G20這個 G20的一個 340 B58的引擎 超級強悍 它的100到200的原廠加速 就非常快 好這台的 原廠動力也還不錯 N54的引擎 N54是雙歐輪 它的原廠動力就306匹了 這個是前面是8.5公斤 然後 離載串的部分 直接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RKD的話是有附上座 在這個地方 而且這台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 我們之前就開這台車 所以對這個還蠻了解的 好 這裡 原廠 就有一個 拉桿 拉桿的話 如果 下方的機構 沒有做專用的規格 它這個 阻尼的調整機構 就會頂到這個拉桿 就沒有辦法直接放在這裡了 所以 這個也是因為我們之前 就 對這台車很熟悉 所以我的設計呢 就做了一個專用的規格 讓它這個調整的機構 能夠往下沉 所以 直接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主軟硬度了 很方便 好這個也是 N54的 明基 3000cc就能 爆發出306匹 而且 這顆引擎的改裝潛力也非常大 不過啦 這台車的 有一些小毛病的話呢 也是 也是 讓經理花了不少錢 譬如說它有一個 電子結溫器 然後 之前那個算是也算是正常消耗啦 是一個發電機 這些都已經 這台車經理之前 微修的話應該加加減減應該有超過一二十萬 而且一二十萬 當時才不含 渦輪的一個泰換 我要 當時要賣車的時候渦輪都還好的 結果 賣掉之後的接手的下一個人車主呢 就 花了兩顆渦輪的費用 所以這個 動力大 但是 要花費的 平常要維修的一個費用呢 也不少 好這個基本上是這一台 192的一個介紹 那用料的話 就像是 意大利 IP的主泥油 然後 油縫的部分 一樣是使用日本 NOK的油縫 用料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而且 KT這些的 桶生 都是可以拆修的 如果 日後 有損壞了 有漏油了 都是可以單獨來做泰換的 那 KT的工廠 或者是我們北區的經銷 都有提供 相近車款底盤的一個 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試乘 如果 大家有需要的話 再跟我們小篇聯絡 OK 以上是今天 192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我們小篇爆汗了